家里的这群猫孩子 就连老公生病期间也不让省心 今天在喂他们的时候 发现莱西竟然不见了 找了一圈后 隐约听见这片草丛里有猫叫声 莱西 莱西 快来 莱西 你去那里面干嘛呢你去 啊 快来 来 你去那里面干嘛了 嗯 嗯 走了 走 等我 哦 等你了 走走走走 走 走走走走走 哇你等我了 走走走 走 等我一起走 嗯 他看你不走一直叫你 走 嗯走 根据老公的情况 医生建议在医院多观察几天 但是老公不放心家里的毛孩子们就提前出院了 这些流浪猫可能看我老公好几天没出去喂他们了 竟然自己找上家门了 喂 咪咪 走 喂完这些毛孩子们后就该跟我老公做饭了 最近老公胃不舒服 今天就炖个鱼汤给他暖暖胃 这些鱼还是前几天邻居送我们的 上次没吃完 先把鱼煎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鱼汤不会有鱼腥味 煎锅后的鱼再倒入砂锅里 加水的时候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样做出来的汤会是奶白色 里面放一些姜片和葱段 大火炖上三分钟后再加入豆腐 然后继续炖煮15分钟 经过老公生病这件事后 思想也打开了许多 在健康面前所有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 只有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说是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 喜怒哀乐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体验 善待人生 善待家人 更要善待自己 我们是年梦夫妻 喜欢我们的 点个关注吧